OK 嗨大家 我是哲瑞教練 最近因為都沒辦法出門 所以我們今天就在家裡拍攝 大家要諒解一下 現在可能拍攝環境沒有到 平常在戶外看起來這麼有趣 但沒關係 今天要來跟大家聊一下 最近我覺得 還蠻多人討論的一個話題 也就是血氧 那什麼是血氧呢? 其實血氧這個 應該說比較專有的名詞 可能叫做血氧飽和度 或是你們常聽到的血氧濃度 那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他就是指血液當中 氧飽和血氧蛋白 相對於總血核蛋白的比例 好啦聽起來有點複雜 可以簡單講 應該他就是血當中的氧氣含量 那其實一般的常人 正常來講應該要高於95以上 才會是比較一個你的正常狀態 那如果你的血氧濃度看起來 可能已經有一點點偏低了 或許是93、92 那在我自己的經驗 或是以前的訓練狀態下 其實這個數值是確實會有出現的 但他出現的點通常是在你可能 那個那陣子啊 你可能工作環境比較疲勞 甚至是運動的恢復比較沒有 那麼來得及充備 導致你的血氧濃度 一直保持在一個比較低的百分比 那其實一般人 如果你沒有特別因為工作環境 或是訓練的元素 導致身體太疲勞的話 其實一般來講 都會保持在95%以上是比較合理的範圍 當然有些時候可能是因為儀器的關係 有時候他會偏高偏低 但是我們有一個水平 就是如果你低於90% 通常已經有一點點低血氧的症狀了 那低血氧症狀就會比較危險了 甚至到低於80%的血氧濃度的話 有可能會傷及一些身體裡面的器官 好啦 講那麼多 那到底血氧這個東西 平常我也根本不會注意 就要講講在我最一開始認識血氧 它的定義是什麼吧 其實在我最一開始了解到血氧這個 專有名詞的時候 應該是在兩三年前 開始接觸了比較專業的穿戴裝置 也就是手錶之後 那其實在那個時候 已經有蠻多的身體疲勞監控的數據 像是心跳 你的安靜心率會不會太高太低 那或者是你的肌肉疲勞程度 但當時就會多了一個可以監控的東西 就叫做血氧 其實身體在一個過度訓練的環境下 你可能會導致你的恢復狀況偏低 那這時候你血中的氧氣含量可能就會降低 那在這個當下 其實就是我們自己在評估 身體會不會過度訓練的一個蠻重要的數值 當然那時候還會參考 可能是你的平常安靜心率 會不會在正常來講可能只有60的情況下 你安靜心率升高了 可能來到70下 那血氧濃度又下降 如果有這樣的狀況出現 就在我們訓練的當下 就會開始評估 是不是最近的訓練量有點太高 導致你的身體 其實已經進入一個有點疲勞的狀態 需要開始降低訓練強度 讓身體的安靜心率開始微微下降 甚至是血氧濃度可以慢慢提升 那這個數據 是我在以前當選手的時候 比較常會關注的一個重要的監控數據 但是最近因為疫情關係開始 滿多人會關注血氧這個話題 那甚至會有一些快樂缺氧 或是隱形缺氧的這個話題出現 那透過固定時間的測量 你就可以發現到 你的血氧是不是維持在一個健康的狀態 而不會在你身體沒有什麼反應特定的情況下 但是你的血氧竟然在暗中慢慢的下降 那我有上網Google了一下 其實普遍市面上還滿多血氧監控的裝置 以醫療器材來講 普遍落在可能兩三千塊就可以買到一個 手夾式的這種監控血氧的裝置 那這個監控血氧的裝置 因為有醫療認證 所以它的檢查的準確性可能比較高 但大部分這些監控裝置還是以保健為主 不是用醫療用途 所以大家還是要注意喔 它只供參考 那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在這陣子 其實因為這個話題還滿火熱之後 我就開始Google了超級多 就是不管是手夾式 甚至是我現在手帶的這種穿戴裝置 在一些血氧監控上的報導 那我想來跟大家分享 就是到底這些監控裝置是怎麼樣夾在手上 甚至是戴在手上 就可以很有效的來看你現在的血氧濃度 到底有沒有偏低 OK 那現在市面上其實大部分的量測工具 都是用一個紅光或是紅外線光 照射到你的皮膚裡面 然後接受它反射出來的這個波段 來評估你現在的血氧狀態 是不是符合正常的狀態 當然大部分市售的這些穿戴裝置 都屬於健康監控而已 不是有醫療的用途 所以其實大家還是以參考的原則就好 但其實這個監控 它已經有一定的精準程度 當然可能還是要以真的有醫療器材 背書的這些認證 才是真的很專業準確可供參考 但大部分健康監控 如果你在監控裝置看到你血氧現在已經偏低了 代表或許真的有一些異樣 那待會我也會來檢測一下 我手邊有的血氧量測工具 然後在訓練前訓練後 血氧有沒有什麼樣的變化 OK 我現在要來量測一下 我自己的血氧在這兩個錶款 訓練前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一個是97 一個98 其實都還蠻準確的差異沒有很大 那看起來我的血氧在訓練前是沒什麼問題的 好 那我們來試試看 在家採訓練台一段時間之後 血氧有沒有什麼變化吧 剩下 yah 嘻嘻 嘻 嘻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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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們來量一下血氧 看訓練後有什麼差別吧 踩了一個小時 累 我們現在騎了一個小時的腳踏車來量測看看 一個小時後的血氧有沒有什麼變化 Garmin是96 Apple Watch是98 所以其實騎完一個小時好像跟一開始沒有差很多 好 那講到這邊 其實我幫大家找了幾款常見的 就是有血氧監控的穿戴裝置 像是最常見的就是Apple Watch 或是Garmin 這些手錶其實都有血氧監控的功能 那還有一些錶款 甚至是穿戴裝置是比較便宜好入門的 像是ASUS也有支援 然後Feedbit錶款 還有我記得是華為 小米 甚至我記得最便宜最便宜的就是小米手環6 它其實只要1000多塊 它就有支援這個血氧監控的功能 所以我覺得還蠻超值 也推薦給大家 如果你想要買一個穿戴裝置來監控的話 就蠻多選擇可以選的 那各家錶款的功能可能不太一樣 所以如果你不想要買一個只是夾式的來偵測血氧的話 或許你可以買一個穿戴裝置 你在平常也可以做使用的話 這樣可能可以更超值喔 好啦 那講了那麼多 跟大家分享了這些有關於血氧監控 或是血氧濃度的一些依據之後 其實最重要的還是要提醒大家 就是最近因為疫情期間雖然不能出門 但是建議大家在家還是可以做一些簡單的訓練 像是重訓啊 可能有一間簡單的負重 甚至是徒手肌力訓練 或者是像踩訓練台 都是一個很好在家的訓練方式 那如果不知道在家怎麼訓練的話 也可以參考我們這幾支影片 我們都有教大家如何在家訓練喔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你有更多相關於血氧 或是其他訓練上的問題 也歡迎你在下面留言 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囉 掰掰 大家 Punta Leid 還有點名字 我們到訓練 如果你 astronaut 他們請講 那很明信